这个小镇12个村庄 居民48000人 我都想到从前 好像是梁树民 他们也曾经做过没做成功 那我就想到 他没做成功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把全民作为对象 你不像年轻人学习 那个社会老人不学习 他们有信心 你在学校里 你叫学生学习 老师做不到 学生没信心 这个是失败的因素 绝不是能力大的不好 绝不是方法不好 而是我们自己有确实 所以我这次做的时候 就要求老师先做到 叫弟子贵 老师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 你不能叫学生 就先要求老师 老师做 我跟老师讲 我说释迦摩尼佛教育成功了 孔子教育成功了 他凭什么 就是凭的 字字句句 他都落实 他都做到 那人家不能够佩服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 你要是希望别人做到的 那是个失败的 所以说孔子 摄迦都是人 我们也是人 他能做 我们也能做 他做在前面这个样子给我们看了 我们不能够疏忽 所以老师很难得 我给老师四个月的时间 希望他们把本地做个月百分之百落实 没想到他两个月做到了 我们非常安慰 也非常感激 两个月做到了 在中国大陆这些老师 做到之后 马上下乡 入乎 下乡入乎 怎么教呢 做示范 不是讲给他听 做个样子给他听 就好像我们是子弟 到农民家里 看到老人 那是我们的父母 我现在下班了 我回到家里去 我怎么样伺候父母 做出来 这老人感动了 觉得什么 他没有教这个小孩 他儿女看到感动了 我们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